看一下 像這個單位我們介紹的是那個電磁感應 那什麼是電磁感應呢 就是有一個人叫二斯特 他發現說 當我有電流產生磁場 就是電流是這個因 磁場是這個果 就是說我們發現到說 我把電流通電之後 電線通電之後發現會產生磁場對不對 他反過來想說 那如果我用磁場的話 就是我利用磁場可不可以產生電流 他想這個問題 結果發現到說這個結果是可以的 這結果是可以的 所以後面這個人 有一個人叫法拉第人 就把他給做出來了 好我們看看法拉第實驗 這是法拉第實驗的結果 他在這邊 從這個地方看這個黑黑的地方有沒有 這叫什麼其實叫軟鐵管 然後這邊用的是線圈 好你看這個圖 這個圖裡面從頭到尾 看這邊 這邊從頭到尾就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直流電流 直流電源 但重點不是這邊 重點是另外這個地方 他發現說這個地方 你先看這邊 原本這邊有沒有 它是不是一個什麼 開關對不對 當我通電的時候 好你看看這裡 他通電的過程是這樣子的 好重點來了 我現在畫紅線的地方是那個電線流過的地方對不對 請問你踏離到左邊的電線嗎 沒有對不對 原本是沒有的 可是他發現說當我通電之後 你發現這個磁針會發現偏轉 好那證明了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第一個 這裡的磁針發生偏轉 代表這邊有沒有電流產生 有 當問題來 這邊的電流 這個電線跟這個電線沒有連結在一起嘛 所以勢必說 這邊產生電流的是被誰影響的 被右邊影響的 這樣聽懂嗎 所以他證明的一件事情是說 首先第一個 我這邊一通電之後不是產生磁場嗎 對不對 有電流嘛 然後又產生磁場對不對 然後一定是這個磁針影響這邊的那個什麼 電流 本來沒有電流的東西的電線 讓它產生了電流 然後使得這個磁針加解發生了變化 好 這個就是法拉丁所有實驗的一個整個狀況 所以他證明的一件事情是 磁針是可以產生電流的 這樣會啦 我先講 他講了一件事情是說 磁針可以產生電流 但問題來的是怎麼產生的 是什麼現象產生電流的 我們看下面的那個部分 好 第一個我們看這邊 你把圈擠一下就是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說那個A線圈啊 的通電跟斷電啊 這邊有沒有 A線這邊 他說我把它通電跟斷電 他發現左邊這個磁針有發動偏轉 有 然後呢 第二個呢 他就做相對實驗 他說 我把這個A線圈用的是穩電電流 就是我沒有斷電也沒有通電 就他一直拉引電 結果發現這個磁針沒有偏轉 好 好那這沒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這沒什麼事情 從這兩件事情來 你覺得 假設你 你是那個實驗的人好了 一開始之後那個A線圈有沒有 一直通 一下子 一下通電一下斷電 就發現這個磁針有發生偏轉 然後第二個實驗是說我通電了 就他一直通電 不管他 就發現呢 他就沒有偏轉 那這沒什麼事情 一定是這邊的怎樣 磁場發生變化的時候啊 才會怎樣 發生偏轉 如果你磁場都一直很穩定的話 他會不會有那個電流 沒有 所以 旁邊你把他寫上去 從這兩件事情 可以到一個結論 磁場發生變化 喔 就會產生電流 然後產生電流呢 就會產生磁場 OK 好 所以這個把他寫上去 所以看這邊有沒有 看這講的那個分析跟討論 他說 所以這個法拉蒂人認為說 這個磁針發生偏轉是因為他產生的磁場 那產生磁場的原因是因為有電流通過 也就是說B B這個線圈啊 B線圈這個地方有沒有 B這個線圈有電流通過了 喔 才產生這個磁場發生變化 好 那麼他說 他認為B發生產生電流的原因呢 是跟 A 通過電流之後呢 產生了磁場變化有關 就剛才講過的 因為磁場發生的變化 所以產生電流 好 所以重點來呢 後面這個要打十顆星 所以我們講說 因為磁場發生變化 而產生電流的現象呢 像這樣子的現象呢 我們稱為電磁感應 就是磁場會產生電流 磁場會產生電流 然後呢 所感應所產生電流稱為什麼 稱為感應電流 稱為感應電流 好 這個是法拉丁醫院那個 基本的精神 好 這個你把它記下來